在G20峰会上,拜登宣布了一个新的大战略,印欧经济走廊,即通过中东,打通欧洲到印度,再到东南亚的交通枢纽,建设一个宏大的贸易网络。 很明显,这个所谓的欧印经济走廊,就是为了对抗中国的欧亚铁路,这个工程又号称新香料之路,所有人都知道是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。 随后,美国宣布了项目细节,会场的所有参会代表和记者听到这后,都倒吸了一口凉气,惊呼,太让人震惊了。 欧印经济走廊具体的规划是,第一步,欧洲的货物先走铁路到意大利集中,然后从意大利的码头装船,接着穿过地中海到以色列。 第二步,到以色列之后,在码头卸货,然后再装货上火车,从约旦再穿过沙特阿拉伯的沙漠,再到阿联酋的码头。 第三步,到阿联酋的码头之后再卸货,再把货装上船,再通过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到印度的码头,再从印度的码头卸货。 第四步,然后再用印度的码头将货装上火车,接着运送到印度各地和东南亚。 听完这些过程,G20的参会记者纷纷感叹道,这是多么伟大的想象力啊。 无论多么廉价的商品,只要这么一折腾,运费比成本还高,废铁都得卖出黄金价了。 如果是把法国的土豆通过这条欧印经济走廊运输到印度去, 那土豆的价格将会远超挪威的三文鱼。 要通过欧印经济走廊卖货正到钱,估计只有卖毒品或军货才行。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对抗中国的欧亚铁路,但欧亚铁路就是一整个铁路枢纽,贯穿整个欧亚,速度快效率高不折腾。 这样算下来,欧印经济走廊的运输成本贵了十倍。 记者们炸了锅,纷纷讨论说,本来嘛,欧洲运输货物到印度,只需要从欧洲装船,绕非洲到印度洋到印度码头,直接卸货就能完成,多么简单的事啊。 拜登却硬是下了一盘宏伟的大棋局。 不得了,不得了,这美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确实不一般。 但是现在美国规划的这个经济走廊,还只是一个蓝图,接下来的超级大难题有两个。 第一个超级难题,首先要修铁路,就是从以色列把铁路修到阿联酋,需要贯通环境恶劣的阿拉伯沙漠。 沙漠地区要修铁路,难度不是一般的大,气温高,动辄沙尘暴,没有水,这些都给铁路建设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难。 而且很多沙丘还是移动的,一年要跑上几百米,你今天修的铁路,搞不好明天就被埋了。 同时,强大的沙尘暴会对高速移动的列车车体造成巨大的侵蚀并形成威胁, 且不说这些话题,光在沙漠中的流动沙力上,打个地基都难得要死,铁轨的保养也不好做, 巨大的昼夜温差,加上恶劣的环境,极易让轨道变形或断裂。 第二个超级大难题,就是印度,根本就没有通往东南亚的铁路。 而且,印度现在的主要铁路网,80%都是从英国殖民时代保留下来的, 平均时速仅仅为可怜的70公里,不说仅仅是中国高铁的五分之一, 就说是我们的孟贯车都比它快了一倍。 你要指望印度的铁路能承载这样的运输,等绿豆到欧洲去,全部都长成豆芽了。 当然,印度也知道自己的问题,原来也找过日本修高铁, 结果最终对日本进行了降维坑沙,五年时间征地工作完成了原计划的0.2%, 搞走了日本27亿美元,七年时间修了10公里, 每公里造价高达2.7亿美元,是中国成本的14倍,日本被整的外交里嫩, 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亏。 你要等印度的铁路修完,并完成对东南亚地区的覆盖, 每个50年是搞不完的。 但是听到拜登的宏伟计划,G20的所有参会国都挺开心的, 美国、印度、沙特、阿联酋、意大利、法国和德国等国家都对这个计划表示了高度赞许, 随后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,表示要种植成城,打通欧印经济走廊。 记得在两年前的G7会议上,拜登也说过要重点搞基建, 要筹集6000亿美元帮助第三十届国家修路补桥, 结果现在两年过去了,6000亿美元只筹集了72万美元,完成了计划的0.001%。 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,美国要完成剩余部分的筹款。 估计李佳琪会撇撇嘴说,亏你还号称全球霸主,我卖几次粉底都比你筹的钱多。 所以,美国这次要主导欧印经济走廊,大家都惊呆了。 美国别说帮中东和印度搞基建,连尼玛自己的基建都搞不起来, 自己说好的三万亿的基建一条路都没修。 他自己和印度就是个难兄难弟,印度七年还修了十公里高铁, 美国十七年才修了两公里高铁,还是个半拉子工程,根本没法跑。 加上层层贪污,各个开油,地铁的造价是中国的二十倍以上, 桥梁的造价是中国的二十七倍以上。 自己都搞不定自己,还帮助印度。 但是美国发布欧印经济走廊的计划后,所有人都笑容满面地表示, 看好这个计划,德国、法国等国家热情地在备忘录上签字。 其实马克龙说,你唯独你妹,唯独中国的芯片刚被打脸, 还去唯独中国成熟的贸易和基建。 舒尔茨说,爱快点搞完我眼睛疼,还要养身体,每天配合你演戏真累。 拜登知道自己在演戏,所有人都知道拜登在演戏,拜登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演戏。 记者们也知道他们在演戏,G20都知道他们在演戏。 不过莫迪还是很高兴,莫迪说,你让我修路,总要给我些补贴吧, 几亿美元不可能,但你好歹给我拨个几十万美元吧, 苍蝇在小野狮肉,能耗一把是一把,印度挣钱印度花,一分别想带回家,铁路别指望我修, 但钱你好歹给我点。 还有一个最高兴的是中国,为啥呢? 我们不说了沙漠中修铁路是地狱及南都吗? 但现在,全球具备在中东恶劣的沙漠中修铁路的能力的只有中国。 沙特的麦高铁路是全球首个沙漠中的铁路中国修的。 阿联酋的伊提哈德铁路网又是中国修的。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轻轨系统也是中国修的。 沙特阿联酋2021年敲定的海湾铁路网络计划,核心部分还是中国中标的。 中国对美国说,兄弟,我支持你围堵我了,你要不围堵我,我最近芯片能出这么快吗? 这些没问题,但是你的围堵计划中的基建部分能给我做吗? 除了我别人做不来啊,这个就我能干。 你要围堵我,没我的帮忙真不行,你可别光说不干。 我提前预祝你欧印经济走廊开通,一定要干起来。 不过印度的铁路我是帮不上忙了,那个还是交给日本去干吧。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,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。 感谢您的观看,欢迎点赞,订阅和转发。